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锤打出铁锅的锅形 尖转黄刷银是鲁菜大翻勺的功夫菜 在控制中需要转化于整体一次性翻转180度 保持整齐不乱 汁水不洒 这既是鲁菜技艺的高超 也得益于铁锅内部身适合尖转的特点 而锅的内壁经过断塔形成了内壶 食材在翻炒时从锅底自然内翻 不会产生外泡 间转出的黄化鱼 外表酥脆而肉质细嫩 入口寒化 在博山 豆腐香比老李更有名气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 记忆里总有属于豆腐香的味道 过去它是略显奢侈的大件菜 只有年节或者宴会才能吃 现在随便走进一家博山菜馆 点菜下单 很快它就能热气腾腾的出现在你面前 虽说家家能做 豆腐香也并不稀奇 但老菜有老菜的魅力 况且老李的豆腐香还有家传的讲究 仪式感不能落下 认真对待 食物才不会被辜负 豆腐 豆腐 就是豆腐意思 出个好菜头 它是用刷酱夹的 味正传向 这是博山老味的 让老李引以为豪的博山豆腐 是用老酸浆点制而成 博山水甘甜清裂 水质刚硬 做出的豆腐鲜嫩磁食 不管如何烹饪 不塌不散 博山豆腐正是豆腐香的精髓所在 豆腐香是道酿菜 酿菜就得有皮有馅 老李的馅料不算复杂 海米 木耳 冬笋 五花肉 寻常食材也要精心烹制 煮料细细切丁 入锅边炒 用大油炒制 是老李提香的诀窍 豆腐均匀切成方块 白净素雅 方方正正 起锅倒油 油温升至七成 豆腐块入锅 在热油烹炸中 豆腐的内外结构都在悄然改变 博山铲煤 充足的燃料支撑 让老博山人得以在烹饪中大展手脚 毫不吝啬地用大量热量烹制菜肴 煎炸便是博山菜最常用的烹饪方式之一 豆腐炸得酥而不焦 沿香边侧切 留下一侧香帘 用一根铁丝弯成方形 便是博山人为做豆腐香发明的特殊刀具 掀开香盖 沿着边掏出香内豆腐 一个个金灿灿 皮硬内空的豆腐香便出现在眼前 装入饱满馅料 合上盖子 将每位封存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蒸制的空单 老李在一旁静静等待 高温催化下 锅内的食材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 这时老友们已经到来 豆腐的纯香 馅料的汁香和香聚的喜悦在房间萦绕 二十分钟后 豆腐香蒸透出锅 酥脆的豆腐壳变软 馅料的油脂与豆腐的香气互相渗透 造型也要有美感 西红柿皮卷成玫瑰 再以香菜点缀 这是老李的美学态度 炒芡汁也是重要的环节 蒙火突起 火光四溢 又很快在老李的手中火灭烟消 芡汁需用博山当地的陈醋酱油炒制 加入盐 糖 胡椒粉调味 以蒸豆腐香时蒸出的汤汁煮滚 最后再以水淀粉勾芡 芡汁浇到豆腐香上 汤汁浓郁油亮 滋润每一块豆腐 金黄的豆腐搭配青红黄三色彩椒 配上木耳 蒜片 黑白两色 一道赏心悦目的博山豆腐香 就大功告成了 豆腐香子来了 老李对今天的豆腐香很满意 老友们也在翘首以盼美食的登场 水漫金山的是 盘中浇烈酒 叫水漫金山寺 点燃烈酒 浓香四溢 这叫火烧金山 这种吃法是老李的祖父所创 也是从他祖父开始 豆腐香四层小香累叠的塔式摆盘 才有了今天的模样 我今天一样是一遍豆腐香多少吃的 加一块豆腐香入盘 掀开香盖 浇上汤汁 盖上盖子再放入口中 这是豆腐香的正确吃法 这块豆腐香啊 在火烧蓝香就一直拉到嘴椒 火烧鱼 弄酥和酒香 所以也把汁的口感吃得好 四耳香妹妹的甜 细细咀嚼 皮刃馅嫩 配着淡淡的酒香 酸甜辣咸鲜香 数位合一 在舌尖一起绽放 一尝冬雪过后 气温骤降 不过 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梁口的出行计划 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 只为在年夜饭上 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酥锅 资博市博山区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 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 博山人有一句俗语 穷野酥锅 富野酥锅 海带 藕和白菜 是这道菜里必不可少的主力 传统的酥锅 会选用五花肉 梁文长和老伴又特意增加了孩子们爱吃的猪蹄 它与五花肉绝妙搭配产生的肉动 酥糯 痰滑 食材准备好将白菜铺底 藕 海带和豆腐依次马上薄薄一层 五花肉和鲍鱼放在上面 装锅的道理很简单 却又很讲究 耐煮不一壶的食材垫底 这样的排序能让肉 鱼的鲜香 最大限度地与蔬菜融合 最后 调配上一碗 足以让鱼骨变得酥软的独到酱汁 经过一上午的准备 这份酥锅正式开启了它长达一夜的蜕变 酥化 滋味浸透的背后 是小伙长时间的威靠 未来几个小时里 老两口将默默守护在炉边 儿子是货车司机 女儿居住在外地 平日都很少回家 每到年根 只要支起这口锅 与孩子们团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天刚蒙蒙亮 炖煮了一夜的酥锅 在经过一夜的照料后 也渐渐成型 煮好的酥锅 只需要最后一道工序 便可端上餐桌 那就是慢慢冷却 酥锅 酥锅最好的滋味 要等到儿女们回来 对于孩子们来说 过年时 爸妈的这一锅酥锅 是她们回家的一种期盼 梁文长和老爸看着孩子们细细品味着香醇味浓的酥锅 脸上满是笑容 脸上满是笑容 对梁文长一家 对梁文长一家来说 酥锅 以农工农 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 鲜香四溢 抬手翻勺 海参上下翻面 出锅装盘 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 便是卤菜鲜味的代表 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 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 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辣 干烧黄鱼便是卤菜中的家常鲜味 这便是明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 烧乌鱼蛋汤 烧乌鱼蛋汤山东名菜 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 加以浓汁绘制 浓稠鲜香 一度入选国宴菜单 后来遵循大胃弊蛋的原则 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 经过几代国宴厨师三十多年的改良升华 单纯清甜的鲜香 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汤鲜 首先它汤鲜 它这个里头发的 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 又做的特别特别的滑嫩 酸辣特别适口 乌鱼蛋比较滑嫩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 鱼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 也是卤菜的代表菜品之一 色泽金黄 外焦内嫩 酸甜可口 香鲜味美 今天我也认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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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